1946年3月17日下午,雷雨过后的戴山村上空,依然阴云密布,由远而近的飞机引擎声引起了村民的眺望。 只见一架飞机向不远处的马鞍山撞去,一声巨响,火光腾起,飞机坠毁了,这是哪里的飞机,为什么会坠毁?村民们在惊慌中议论纷纷,但义无所知,直到两天后,才有接到村民报告,匆忙赶来的军统人员来到现场。 他们从遇难飞机的残骸、人员遗体以及遗物的辨识中,确认这架坠毁的飞机,正是失踪的军统投资戴笠乘坐的专机,遇难者正是戴笠及随行者共13人。 3月21日,大公报、中央日报等主导舆论的报纸,都在显著位置,刊登了戴笠乘坐飞机公干,飞机撞到马鞍山坠毁而亡的消息,一时中外关注,成为头条新闻。 果真如此吗?的确是意外吗?很多人难以置信,一个被称为中国希莱姆的特务头子,也会这样死于非命吗? 一时中说纷纭,莫中一世,由飞机遭遇恶劣天气说认为,戴笠的坐机,是遇上了雷雨而失控的。 事实上,这种说法是难成立的。当时,戴笠乘坐的是美制BC47型飞机,它是当时世界上制造最多,使用范围最广的运输机,质量和性能都是一流的。 二战中,是美军主要的运输机,即使在恶劣气候中,也能正常飞行而不受影响。 同时,戴笠坐机的飞行员,也是在美国特训的,出现驾驶失误的可能性也极小。 那么,排除了飞机本身发生意外的可能,究竟会是什么原因呢? 将解释请你们互说认为,但历史被蒋介石安中指使人制造飞机自然坠毁事件而消失的。 这出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,谁人不知,但历来蒋介石画养的最亲信,最得力的英权,他二十多年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,搜集情报,对付政敌。 对蒋介石的贡献远远大于任何一位有缘,而且忠贞不渝,唯命是从,蒋介石在冷酷无情也不至于自断毕榜吧。 但无情的事实是,蒋介石在建立军统之前,已建立了中统,并让两大特务体系互不隶属,各自形成了圈子。 蒋介石居二圈子之上控制,还不失调起互相争斗,以便加强二者各自对领袖的依赖,并长期不断考验其忠诚。 对军统和中统,蒋介石表面上要钱给钱,要人给人,要枪给枪,尽其所有任其发展,但实际上,他也不愿其做大到威胁自己的独裁地位的地步。 对此,戴笠在1942年军统成立十周年庆典,要蒋介石参观后就明显地感觉到了,当时,他为了献媚,向蒋介石全面展现了军统的实力。 本一想要功勤赏,谁知弄脚成桌,反而招致蒋介石的猜忌,仅以多达数十万的军统人员而论,不仅各个身怀绝技,以一当时,勇猛异常,权为美式特殊装备,而且他们只为戴老板致命侍从,就连蒋介石也是难以直接指挥的。 这就犯了自成全资的大忌,如何能让生性多疑的领袖安心呢?一旦有朝一日,他们拥戴戴老板做领袖,蒋介石纵有黄埔众多的天子门生保驾,也未必有胜算,即使戴笠有此心无此胆,那他知道的核心秘密也太多了,任何一件都足以引起震惊和恐慌,该如何从根本上防止和消除呢? 蒋介石从那次参观后,就决定消翻,寻机破除戴笠苦心经营了多年的这个特务圈子,当时,正值抗战最艰难时期,大敌当前,不便立即动手,他只采取了两个预防措施,一是派亲信唐纵监视戴笠,使其一言一行尽在掌控之中,另一就是限制戴笠的官衔,不给他升职,以戴笠的势力和贡献, 怎能长期驱就一个军统局局长之职,在将星如云的国军序列中,戴笠之死仍是一个区区的少将军衔,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,领袖在不断为别的天子门生风观尽觉的同时,为何偏偏忘了给也是浙江同乡,也属黄埔毕业的天子门生的戴笠生殖授贤呢? 圈子的特性使然,本来,作为浙江同乡,作为天子门生的戴笠,自然属于蒋介石的核心圈子,不可谓不受宠信,但如果他掌控的是立圈子,对蒋介石这个大圈主,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,那无论什么都可以被视为一己而排除, 无论谁都会让其自然或意外地消失,纵使戴笠也不例外,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,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,戴笠在抗战胜,立后发出这样由衷的哀叹,正是他自以为必死的恐惧心理的真实表露,当时,社会舆论一致把反对独裁,争取和平民主的焦点,集中到取缔特务组织上, 但立一时成为众矢之地,变得声名狼藉,蒋介石为应付舆论自保,更为萧帆,公开承诺要让军统,中统成为立使,但立怎么办,应该安排在何处,蒋介石仅无明确表示,但立利利用关系活动竞争总长一职,但因蒋介石反对而被裹,他又企图借助美国的支持,谋求海军司令一职,不想, 这又给蒋介石形成了谐扬自重,要挟之嫌,更加深了不满和猜忌,在习惯独裁专权的蒋介石看来,但立的势力已越来越大了,自己养虎一患,若不及时消翻,那后果将不堪设想,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,制造一个天衣无缝的自然发生的事件,让隐患彻底消除,是完全合乎蒋介石的品性,和破除圈子的惯用手段的, 不过,从戴笠坠机而亡的事实来看,尚无有力的证据证明,此乃蒋介石的消翻之举,可能,早已自敢早晚会死在委员长之手的戴笠,在蒋介石尚未动手之时,就已经先死了,那么,除了蒋介石之外,还有谁要置戴笠于死地呢? 马汉三谋杀说认为,戴笠是被自己的部下,得力干将,亲信马汉三所谋杀的,不为别的,只为一把九龙宝剑,说来话长,早在东陵大到孙殿英绝坟八幕后不久,这把从乾隆墓中到,得的国宝,九龙宝剑,就到了戴笠手中,原来,一时成为社会舆论声讨对象的孙殿英, 想通过戴笠把此剑献给蒋介石,以求逃避罪责,但立即不想为孙殿英开脱,又不愿死独一无二的宝剑落到他人之手,也不想背负私藏国宝的恶名,故而先将宝剑交亲信补下马汉三保管,并言明,以后待机再收回,不想,1940年,马汉三在张家口被日本特务抓捕,为保命,他主动献此剑给审讯的东阳魔女川岛, 并随之便截投敌,做起了两面间谍,对此情结,马汉三一直巧妙地隐瞒着,他人一无所知,但立还一直以为那把宝剑,仍在马汉三手中呢,日本投降时,马汉三刚好任军统北平战战长,他就在第一时间,赶到川岛方子住处,挖第三尺,终于找回了那把宝剑,失而不得,马汉三打算主动交还给但立, 以掩盖陷剑投敌的罪行,不想,但立到北平群市,竟亲自提审了,已被收押在肩的川岛方子,但立本想从他口中得到一些绝密的情报线索,不想为活命,川岛方子主动交代了马汉三陷剑投降的情结,但立大为震怒,他最恨那些对自己不忠的人, 尽管马汉三一直是自己的心腹,但他已经有了这样不忠的行为,将其清理出核心圈子自然不会手软,不过,在表面上老坚俱滑的代理,仍不动声色,反而表示要重用马汉三,马汉三呢,自然非等闲之辈,他从代理出乎意料的,过分平静和恩宠中, 察言观测到了前藏的杀机,先下手为强,后下手遭殃,马汉三演戏的功夫并不比代理差,他一方面把宝剑当面交给代理,表示完璧归照,另一方面让自己的情妇监机要秘书刘玉珠全程陪同代理,好见机形势,果然,好色如命的代理,一见楚楚动人的刘玉珠,立即把对马汉三的怨恨忘到了脑后,殊不知,色似头上一把刀, 销魂之时,往往就是混沌之日,果然,就是那位有着华北都导员,公开身份的床上有物刘玉珠,在青岛陪同代理时,暗中在他乘坐的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,一个谋杀过无数人的杀人恶魔,就这样被自己的部下,用并不高明的手法谋杀了,是一时失算,还是宿命如此,代理死后,马汉三,刘玉珠,即被军统秘密审讯并处去, 可作为关乎其死因此种说法的有力佐证。